我今天给大家挑战植物大战僵尸2 狂野西部的第18天 建立防线抵抗僵尸进攻 这关的僵尸呢 有这个鸡贼僵尸 路障僵尸 淘金僵尸和普通僵尸 淘金僵尸需要我们左右开弓 也是我们最讨厌的这个僵尸之一啊 好 这关直接开始了吗 说明我们不需要这个 可以自己带植物啊 闪电芦苇 豌豆射手 我们再来一个双向豌豆射手啊 双重射手 连续发射两颗豌豆啊 我们的普通豌豆射手因为是二级 所以其实它的能力可能比这个双重射手还要厉害啊 好我们来放置这个 堆叠种植数颗豌豆造成多倍伤害 哦这个豌豆夹原来是这样用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豌豆射手去掉啊 换成多重豌豆 然后我们还需要的是 其他就无所谓了是吧 岩浆翻十六吧 有一个一次攻击效果 哦这关是1500个阳光啊 不可以这个自己带阳光的 对吗 看一下 确实啊 不能自己带阳光 OK 那我们就开始战斗吧 试一下先啊 这关我们要试种一些便宜的植物啊 越便宜其实 将植物全部种到场地上 再开始战斗 太好了 那咱们就是一排全息坚果 然后呢是双头豌豆射手 接下来呢全部的来安排成 闪电芦苇 一分不差啊 哇塞 这感觉还是很悬的 最下面一排啊 还可以 我感觉 开始吧 我们先试一下吧 来 花了一分不胜啊 直接开始挑战 第十八天 好 首先啊 就是一堆鸡贼僵尸啊 最下方呢 还有路障僵尸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啊 第一关的这个 对我们的挑战就非常的大 有两个淘金僵尸啊 越过了我们的防线 好 基本搞定 鸡贼僵尸最怕的其实是咱们的闪电芦苇 来一个闪电芦苇能量斗 先把眼前的这些僵尸消灭一下啊 减少我们的这个负担 全息坚果呢 是可以重新恢复的啊 所以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重新长出 又是大量的鸡开始来了啊 来一个能量斗 我们现在最下方啊 损失了很多的植物 再来一组能量斗 给到我们的闪电芦苇 我们又损失了一个大将啊 能量斗来了 太好了 闪电芦苇能量斗 快来吧 这下没有能量斗了啊 就看我们这个运气了 命了啊 能不能扛得过去啊 就在今朝 哇 鸡把我们的防线给突破了 完了 最下方把我们给攻破了啊 这下方把我们给攻破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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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